好,同学,我们进这一题 如果有一个整数的4倍加3 再减去这个整数的7倍减8之后呢 结果就不大于4 则此整数的最小数是多少 我们假设这个整数 是 好,德格贝德要用乘法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4x 加3 再减去 这里是刮弧 减去他的倍数 好,再减8 结果呢,是不大于 不大于就叫做小于等于4 这里4是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4子就列出来了 4x加3 减掉7x减8 小于等于4 4x加3 减掉7x加8 小于等于4 4-3x加3 小于等于4-11 小于等于4-7 把负3搬过去 因为是负号 所以负号要改变 7-7-3 0,1,2,3 二又三分之一在这里 它比它大 X比三分之七要来的大 三分之七吗 二又三分之一 最小的整数是3 所以我们这题的回答 最小的整数是3